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加入 今天的小麥的健康筆記 我是主持人麥玉潔小麥 邀請大家可以透過YT來搜尋 關鍵字小麥的健康筆記 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內容 提醒各位一定要記得 幫我按讚分享還有多留言 有三個大家可以自己評估的方法 是不是心臟衰竭 這三個方法叫做 我們口訣叫傳種類 傳種類 就是有沒有這三件事情 那當然我每次講完這個時候 下面就一堆人舉手說 那我應該有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喘很累 我相信在座 包含看這個節目的 大概九成這樣都覺得常常很累 我自己也很累 所以這個並不是單純這三件事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第一個喘 所謂的喘是說 你跟平常的狀況有差別 很明顯是兩隻腳水腫 而且是腫得非常嚴重 講到腫也是又有九成人舉手 我常常在攪腫 腳腫其實有種叫生理性水腫 生理性水腫 我想在座的都有經驗 就是你工作一整天回到家發現 怎麼壓下來有一點印子 這叫生理性水腫 它通常隔天早上醒來又消了 這是因為一整天 這個工作下來 那個水分一直往下堆積 所以會有一點點浮腫 那心臟衰竭 腫是腫得非常明顯的 就是說兩隻腳的腫的程度 是幾乎鞋子快塞不下那種程度 然後是不會因為你白天醒來就消除 它是持續性的腫 類當然就是比較難以去評估 就是你會覺得做事沒有精神 整天無精打采 這個大概百分之百都有 但是你要配合前面兩個 就是你有明顯的 譬如說躺下來會喘 腳腫得非常嚴重 不法消除 那合併你最近覺得倦帶非常嚴重 凡事打不起劑 整天那個昏昏沉沉的 那你如果這些三個都完全符合 確實就會建議你要早點去心臟科檢查 我們人體的心臟呢 是少數不會受到 癌細胞干擾的器官 但是您知道嗎 有一個病症叫做心臟癌症 就是心臟衰竭 它的致死率是比癌症還要來得高哦 到底什麼叫做心臟衰竭呢 它可能有一些症狀可以來做判斷 今天特別邀請到的是 心臟內科的免疫陳冠任 陳醫師來跟大家分享 醫生你好 菲傑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我首先問一下醫生 什麼叫做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 這個當然一開始我覺得 還是要先跟大家 這個稍微再講的精確一點 就是說剛 這個玉傑小姐講的沒有錯 就是心臟確實很少癌症 但不是完全沒有 還是有些少數癌症在心臟會發生 但是確實很少見 那相對來講 對心臟來講比較常見的 而且有這種危險性的 就是剛剛玉傑講的 這個心臟衰竭 那所謂的心臟衰竭是什麼 其實心臟衰竭它不是單一的一種疾病 它等於是很多疾病的進程 簡單講 當你心臟因為某個原因 譬如說心肌梗塞啦 譬如說嚴重的三高啦 血管酸塞啦 或者是這個 這個其他有些甚至嚴重的感染等等 肝臟受損 身臟受損等等很多問題 到最後心臟變得無力 無法去支撐這個身體的時候 這個就叫心臟衰竭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講說 它其實對於一些比較口語化的行為 我們說心臟無力 沒力 心臟沒有力氣了 這個叫做心臟衰竭 那為什麼心臟衰竭的致死率這麼高 對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翔邁有提到的 其實心臟是我們身體非常重要的一個器官 它是我們常形容 它是身體的馬達 我們身體每個器官 我常講每個器官 它需要去做它的事情 那做事情的話 它一定要有一個東西去支持它 它的能量來源就是血液 因為我們的血液裡面含有氧氣 那每個器官 每個器官裡面它的細胞 它需要去做它的事情 它就需要氧氣來供應 譬如說我們的腦細胞要思考 我們肝臟細胞要解讀 腎臟要排讀 它們的細胞都需要氧氣跟氧分 去讓它去做事情 講的直接一點 你如果今天不吃便當 我就罷工嘛 跟我們一般民眾一樣 你如果中午沒有吃便當 下午就不做事了 所以身體的各個器官 去做它的事情 它需要氧氣 那氧氣來源哪裡呢 就是心臟 我們心臟不斷的把血液送到全身 那血液裡面帶有氧氣 各個器官就可以做它的事情 今天假如這個馬達出了問題 它沒有辦法把血液跟氧氣 氧分這些東西 好好的送到每個地方 那就像我剛講的 腦細胞就罷工啊 肝細胞就罷工 我沒有吃飯我幹嘛工作 所以各個器官開始壞死 所以通常心臟衰竭 它是一個原因 它如果心臟開始功能受損 慢慢的你肝臟也會壞掉 腎臟也會壞掉 腦細胞也會開始退化 所以這個是一個源頭的問題 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原因 那如果說從數字上來說 這個心臟衰竭它的致死率 大概比癌症 或是比其他病症高出多少 一般來講 我們講目前統計上來講 心臟衰竭的致死率大概5年是5成 所以其實統計上來講 你說剛才跟一些嚴重的癌症 像肝癌肺癌來講 當然確實它沒有那麼嚴重 肝癌肺癌死亡率更高 但是跟一些我們比較常見的 像大腸癌 像乳癌 像攝護腺癌 其實來講 它的死亡率都比他們還要來的高 這些癌症你只要早期發現 其實治癒率比較高 但是心臟衰竭 即便你早期發現 你如果不好好控制 五年來講可能有一半人還是會過世 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另外醫生我問一下 心臟衰竭這個病症是不可逆的嗎 一旦我心臟有出現這個衰竭的狀況 我就沒有辦法讓它再回復到正常功能運作 其實這個也不一定 其實就像我剛剛有跟各位提到的 其實看它的原因 因為心臟衰竭它不是一個單一的疾病 它可能是某個原因導致心臟無力 那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如果可以把這個原因去除掉 有些人心臟會慢慢又恢復到原本健康的狀態 但是有些真的是慢性病 譬如說它的血管塞太久了 或者它三高太久了等等 有一些是慢性的問題 那確實有時候 你即便是把源頭處理好 它的心臟已經恢復到不可逆的狀況 有可能它就會慢慢衰竭下去 所以這個也是跟各位講 就是如果提早有任何症狀 理論上我們都還是希望不要拖 因為很多患者都會想 反正喘一喘可能年紀大嘛 本來就會喘 就這樣子因得過且過 可能五年十年等到真的受不了再來 那時候即便吃什麼藥都很難恢復 所以你如果盡早處理 有些心臟衰竭 是可能可以慢慢恢復的 醫生那我想問一下 我這樣聽起來 人體在自然的這個老化 跟退化的過程當中 我的心臟必然會衰竭嗎 不一定 其實不會 如果說就像我剛講 你有沒有這些因子 譬如說你血管保護的很好 譬如說你沒有三高 沒有一些不好的因子 沒有嚴重的感染 其實我們有些研究 像我門者還有九十幾歲 一百歲的這個阿公阿嬤 做起來心臟功能都很好 所以其實這個並不必然說 年紀大一定會退化 好 那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自己有點胸口悶悶的 或是覺得這邊有一點痛痛的 那有些人常常就說 我是不是心臟無力 到底我要怎麼判斷 我自己是不是心臟衰竭 那當然其實我們就講到 其實我們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就是我們心臟科技大會 有制定出有三個 大家可以自己評估的方法 是不是心臟衰竭 這三個方法叫做 我們口訣要傳種類 傳種類 對傳種類 就是有沒有這三件事情 那當然我每次講完這個時候 下面就一堆人舉手說 那我應該有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喘很累 我相信在座 包含看這個節目的 大概九成樣都覺得常常很累 我自己也很累 所以這個並不是單純這三件事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第一個喘 所謂的喘是說 你跟平常的狀況有差別 就是說我舉例來講 每個人爬樓梯 只要你平常沒有做運動 你爬個六七成七八成 一定會喘 不可能不喘的 但是我的意思說跟平常比 譬如說你平常爬六七成才會喘 你今天爬個一成 就喘到不行 一定要在旁邊休息 這個就是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個喘 第二個喘的情形 還有一種特殊心臟衰竭的喘是 躺平了會喘 一般人我們休息反而會舒服嘛 躺著睡覺應該很舒服 可是心臟衰竭的人喘 它有個特色 它是喘 躺下來特別喘 它反而躺平會一直喘 好像不能呼吸 好像要窒息 它趕快坐起來 它坐起來會比較呼吸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我簡單解釋一下好了 因為心臟衰竭之後 它會有個表現叫做肺積水 因為心臟它是負責打水出去的 所以當這個邦普出現問題之後 那個水分會累積在肺部 那肺部就會比較 我們講肺部是呼吸的器官嘛 它就像海綿 海綿如果沾滿的水的話 它真正能夠換空氣的空間 就變少了 所以當我們躺平的時候 那個水是淹滿整個肺部的 就所以人會覺得 有點像溺水的感覺 但是當你坐起來的時候 水是往下沉的 我們坐的時候 其實水只有淹到下面的肺部 所以真正上面的肺部 水被瀝乾了 因為水是往下面流 所以你坐起來反而覺得 好像比較好呼吸 所以心衰疾症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我們正常的躺著沒事 可能走一走會喘 它反過來 它是躺下來會非常不舒服 這個我們學名叫端坐呼吸 它要坐起來特別輕鬆 這是第一個喘 腫的話很明顯是兩隻腳水腫 而且是腫得非常嚴重 講到腫也是又有九成人居的時候 我常常在腳腫 腳腫其實有一種叫生理性水腫 生理性水腫 我相信在座的都有經驗 就是你工作一整天回到家 發現怎麼壓一下有點硬子 這叫生理性水腫 它通常隔天早上醒來又消了 這是因為你一整天 這個工作下來 那個水分一直往下堆積 所以會有一點點浮腫 那心臟衰竭的腫 是腫得非常明顯的 就是說兩隻腳的腫的程度是 幾乎鞋子快塞不下那種程度 然後是不會因為你白天醒來就消出 它是持續性的腫 而且是兩隻腳同時 不是只有一隻 是兩隻同時腫 那第三個類 類當然就是比較難以去評估 就是你會覺得做事沒有精神啊 整天無精打采啦 這個大概百分之百都有 但是你要配合前面兩個 就是你有明顯的 譬如說躺下來會喘 腳腫得非常嚴重 無法消除 那合併你最近覺得倦帶非常嚴重 凡事打不起勁 整天那個昏昏沉沉的 那你如果這些三個都完全符合 確實就會建議你要早點去心臟科檢查 會不會真的心臟功能出了問題 醫師有關於這個腫的部分 我想問一下 它腫的時候會造成皮膚顏色的改變嗎 還是就是單純腫脹而已 有可能 就是一開始通常只會腫脹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 有些患者是拖了很久 對 那等到很久的時候來 有時候就開始有一些色素沉著 就顏色會比較深 這都有可能 OK 好 那從這個傳腫類來做判斷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三個症狀 我都已經開始有的時候 按照一個心臟衰竭的分級表 我已經是來到第幾級了 如果你三個都有的話 起碼是第二級到第三級 第二級到第三級了 好 我們也稍微 因為剛剛好像沒有特別提 也確實 小麥提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有一個分級 分級是依據你的嚴重程度 最嚴重是第四級啦 第四級就是你連躺著 就我剛剛講的 連躺著都很喘 這個是最嚴重的 那如果說你躺著其實還好 但是你走路比較 有開始做運動會有點喘 這個是二三級 那第一級是心臟確實是不好 但是其實做大部分的事情 不太會受到影響 這是最輕微的 所以我剛講 如果說像剛剛小麥講說 船種類船很明顯就有 那最嚴重就是第四級 那輕一點是至少有二三級 好那換句話說一般民眾 如果我是被列在心臟衰竭分級表 第一級的 其實我是不會有感覺的 可能會不會有感覺 或者是很輕度 所以很輕度就是 可能做一些劇烈活動 譬如說跑步啊什麼才感覺到 跟平常不太一樣 對就是非常輕微的症狀 好那這當中我到底要做什麼檢查 或是怎麼樣判斷 才知道說我的心臟到底健不健康 對於心臟衰竭來講 最好的檢查就是所謂的 心臟超音波 心臟超音波它是一個 可以看看你心臟的收縮力道的 一個檢查 所以我們一做就可以發現說 你收縮力道真的是變差了 那就可以確定說你是有心臟衰竭 那另外還有一些輔助的方法 像抽血 其實現在目前的話 這也是這十年來一個比較新的檢查技術 有一個抽血的檢查 可以一抽就知道 你的心臟是不是開始在衰竭 有一個心臟衰竭指數 那另外的話也可以考慮做S光 S光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當你的心臟擴大 或者是肺明顯有積水的時候 我們就會高度懷疑 是不是有心臟衰竭 所以大概這幾個檢查可以處理 可是醫生在一般的健康檢查當中 是不是不會做到這些啊 一般的確實 心臟超音波可能不見得做到 那可能最多只會做到S光 抽血可能也不太會 因為這個心臟衰竭的時候 有算是比較高階的 所以一般可能只有S光會做到 所以一般我們門診來的 大部分都還是先以症狀為主 就是他可能最近真的覺得很喘啊 然後怎麼檢查都沒有好 腳很腫 所以後來去診所會去哪裡 醫生跟他講說 這個要趕快去看心臟科 才過來的 好 那到底哪些人是 這個心臟衰竭的高風險族群 對其實我們前面也一直在提到 其實心臟衰竭它是一個結果 那源頭可能是一些心臟的毛病 或其他的毛病 所以其實用這個邏輯來想的話 其實造成心臟衰竭最大的危險因子 還是三高的患者 你有高血壓有高血糖有膽固醇 或者是你血管已經阻塞過了 或者是你這個之前有一些心血管 其他的毛病有中風過等等 就是你的身體的三高 或者血管的狀況 本身就處在一個相對比較 不健康的狀況下的人 通常他的發生心臟衰竭的機率 是比一般來的高 對 好 那另外像是停經的婦女 還有大家常說 這個心腎是一體的 所以腎臟病患者的人 是不是也是心臟衰竭的高風險族群 對 沒有錯 就是我們剛講 除了心臟 剛講的心臟的原因之外 像其他的原因 像你腎臟功能不好 甚至有些肝臟功能不好 也可能會導致心臟功能的退化 那剛剛小麥有特別講 停經後的婦女確實 我們知道其實磁性荷爾蒙 對心血管是一個保護的作用 所以其實女性在停經之前 很少會有嚴重的心血管事件 這個其實對男生來講就沒有 男生只要過30歲以上 你只要沒有好好保養自己 就有可能會有心臟病 但女生可能至少要停經 甚至是55歲以後才開始有風險 所以確實停經之後 也要小心心臟方面的問題 好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健康檢查 應該要做一些檢查 才知道自己的心臟到底健不健康 另外我想問一下醫生的就是 譬如說我需要每天都量血壓嗎 因為量血壓是一個很重要 來判斷我的心血管 到底健不健康的一個指數嗎 沒錯 其實我們還是會建議患者 尤其是我像我們門診 大概過30歲或40歲的先生小姐 我都會建議他們還是固定量血壓 因為說真的血壓這種東西 你要量了才知道 很多人是自己有膏 但是沒有感覺 那你說沒有感覺是不是不用處理 其實不是 你血壓只要有膏 就算你沒有感覺 那個膏血壓 它時時刻刻在侵害你的身體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 就是到了一定年紀中壯年以後 我們就固定量 因為其實血壓量說真的 你買一個簡單的機器 量的時間其實不會很久 你放著它嘟嘟嘟的 一下就量好了 三五分鐘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大家固定量 就像小麥講 我們有一個監測自己的狀況 當自己的身體出現變化 血壓自信真的高了 就趕快警覺 是不是要提早來做處理 這樣比較好 固定量是指每天要量嗎 量血壓 我要怎麼樣才有正確的量法 有些人是不是說要每天固定時間 然後量 依照我們一樣是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的建議 我們現在目前是所謂的7.22 7.22法則 就是7就是說一週七天 意思就是希望是每天都量 那第二個二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就是量兩次 一定要量兩次 對我現在講標準的做法 早晚各一次 那早上是什麼時候呢 早上一般我們建議是早餐前 就是說你起床刷牙洗臉小便 就是該做事都做完了 身體數在一個放鬆的狀況 坐在餐桌前可能5到10分鐘 靜下來之後量一下 那第二次是睡覺的話是睡覺前 也是一樣刷牙洗臉什麼都該做完了 準備要秀寢了 在床邊或在這個臥室的桌子旁邊 坐著一樣5到10分鐘再量一下 這兩個就在最穩定的情況下去量 那這種血壓你把它記起來再給醫生看 因為目前來講以居家血壓為準 我相信在座也很多人有經驗到醫院的經驗 大概我相信10個裡面有11個 在醫院量血壓都特別高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醫生其實有看到的現象 所以目前的新的概念是認為 以居家血壓為準 避免掉一些白袍症緊張的狀況 那就像我剛講早晚各一次 那最後一個二 722最後一個二就是每一次 就是早上那一次跟晚上那一次 每一次都量兩次 做一個平均 所以如果說你照這個722的法則固定量 在家裡血壓其實都可以不超過130 都120啊110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算是沒有高血壓 算是血壓穩定 如果說在家裡面這樣子 這麼平靜的情況下去量 還是常常130以上 可能130 140 150等等 那就代表說你確實還是有高血壓 我們就會建議你可能還是要去請專科醫師評估 那最後一個回答 剛才小麥的問題就是說 那真的要這樣一直量嗎 其實我自己的做法當然 建議是這樣建議 但其實實務上很多困難 像我昨天有個病友跟我講說 坐5到10分鐘 那個車子都快趕不上了 還5到10分鐘 我說對了 現在能夠坐1分鐘就很了不起了 30秒就差不多 所以其實有時候要修正一下 那我自己的習慣是說我會建議患者一開始 你先固定乖乖的早晚這樣固定的量 像我剛剛說法 可能先量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如果說之後血壓真的穩定 我通常會覺得 也許你一天或者是兩天量個一次 就是不要完全很久不量 但是你可以兩三天 可能抓一個數字 抓一個數字 讓他有一個數字讓我們知道說 他起碼現在是穩定的 這樣就可以 對對對 好那當然這個心臟衰竭的部分 很重要就是要保護心臟 我想問一下醫生 如果就這個保護心血管 跟保護心臟的方面來說的話 到底有哪些NG行為 其實就是在傷害你的心血管 跟傷害你的心臟 其實講到心血管保健 其實最重要還是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三高 三高的話其實就是 血壓高 糖分高 膽污醇高 那其實這三高 我們講這三個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抽菸 這四件事情 我們叫做心血管的四大天王 我覺得這四件事情 如果你有任何一樣 甚至兩樣以上 你患有心臟病 或者心衰竭的風險 就會大大的提高 所以由這個理由 我們來看的話 哪些事情是NG的行為 包含血壓 你飲食吃的太過重鹹 口味吃的太重 這個其實對血壓會升高 是不好的 那糖分的話也是一樣 你如果吃太多澱粉類 太多精緻澱粉 糖分攝取太多 糖分太高 其實將來心臟也會衰竭 再來膽固醇太過油脂太高的 或是缺乏運動 這些都會 那最後一個抽菸 你如果有抽菸習慣的 甚至喝酒習慣的 這些不良嗜好的 其實將來心臟發生問題的機會 也會比較大 所以所謂NG循環大概就這些 你把飲食控制好 要多做運動 然後戒菸戒酒 大概就是比較建議的做法 好醫生 其實我問一下 我身邊的這個中壯年的朋友 大概有超過五成 都有在吃高血壓的用藥 甚至在吃這個糖尿病的這個用藥 我想問你的是 因為我觀察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覺得說 我吃藥有把這個指數 跟這個數值控制住就好了 那然後他其他的日常生活習慣 就不是太重視 然後他也覺得說 反正我可能就是吃藥吃一輩子了 你覺得 你怎麼樣看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 連應該是相輔相成啦 就是我覺得藥物 當然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當然我們還是會希望 你做一些生活作息的調控 那生活作息就是我剛剛講 最重要的兩個 飲食跟運動 我會覺得三件事情 藥物飲食運動是等重的 所以我也不會說 就是說建議說大家完全不要吃藥 我覺得藥還是相當有必要性 但是我也會希望說 你在吃藥的同時 你也可以把你的飲食運動做好 因為如果你把這兩樣做好 其實我們需要用藥物的程度 也許就不用那麼高 我常跟患者講說 吃藥有點像是不得不的手段 今天因為你自己飲食運動做到極限了 指數還是沒辦法降到最標準 那我們是要靠藥物把它控制下來 因為你如果不控制下來 將來會中風會心臟病 這個就得不償失 所以藥物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今天把飲食運動 做到一個非常好的狀況 也許我們藥物只要一顆兩顆啊 也許就達標了 那你如果沒有把這兩樣做好 你藥物也許要吃到四五顆五六顆 那其實對你來講也是不是太好 所以我覺得三個是病重啦 我覺得還是會建議患者 飲食運動要自己好好做 功能很讚耶 因為你不只可以當手機掛繩 然後你有什麼小東西 想要把它帶在身上 然後隨身搭配都很好 像是如果掛一個這個小包包 你的這個錢啊 還有小卡片 都可以一併把它放在裡頭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都很好搭配 因為如果像均綠色的話 像最近很流行露營啦 登山啦 戶外運動啦 我覺得這個顏色就很適合 喜歡這些活動的族群朋友 那另外一個顏色更不用說的 就是萬用百搭 KEEP FIGHTING 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我超喜歡 快點夠推薦給您 輸入推薦碼 CTI 321 想更多折扣喔 你在哪兒 多麼 還不說